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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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是这个是102位的这个纪念碑 看看 这就是 朴槿成将军 因为他有两个会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光复军成立之前 也是一个军队的一个标志 后来大明国成立以后 又是个新的军队的标志 所以又立了两个军队的标志的这个背 他这个下面就写的是 我们只有团结起来 的话才能去对付日本 这个是他的六代言这个一路 这块是现在是朴槿成将军的 这个简历在这里 他是1905年在中庆北到镇川郡 文百面 这个丰株里他才出生的 后来这1924年去日本去留学 到了1930年的时候他去了上海 在1934年到1937年 才参加了中华民国的这个黄埔军校 到了1939年时候已经到了重庆 这个是在下面的是1941年到1945年是韩国光复军第二支队总司令部的一个干部 到了1960年在大韩民国属于这个陆军准将的这个编制 1963年得到了这个独立独立运动奖 国民奖 到了1989年 这是最初的这个光复军这个协会的会长 独立纪念馆 独立纪念馆位于天安市 总面积约为120万平 开放于1987年8月15日光复节 该博物馆主要收集保存展示韩国独立运动和关于独立运动家们的相关资料 并通过独立运动式研究国民教育发行出版物等加深人们对独立运动的了解 朴基成将军的纪念碑于2015年由朴基成将军长子朴荣秀筹划建于此地 国立显中院位于韩国首尔市 铜雀区铜雀洞灌越山山路的主峰三面环山 供奉着为了民族解放国家安全和发展民族繁荣 而牺牲的爱国志士国家功臣等 共六万五千余名烈士的英魂 到了这个我们朴基成将军的这个墓 也就是他我爷爷的这个墓 看着好 今年呢 夫人刚去世 去年变成这位合葬的这个墓碑 以前我自己来的时候呢 不是这个合葬的这个现象 去年是刚刚出去换了的这个墓碑 的银额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